没想到女王红海人的一个手机密码改变了白贤的心 也揭秘了曾经红海人和白贤佑的过去 白贤佑的哥哥姐姐 为了劝红海人和白贤佑不要离婚 特地来到红海人的公司找红海人红 没想到红海人因为有别的事要处理 错过了 白贤佑姐姐劝小两口不要离婚 这是不是代表两人住地要在一起啊 不过白贤佑的姐姐最后发信息给红海人红海求别离婚 就是这一个信息改变了白贤佑的心 真的有时候坏事也许会变好事 白贤佑给姐姐打来了电话说红海人根本不知道要离婚 只是她自己的想法 现在他们已经和好了 这可怎么办 白贤佑只能想方设法删除红海人手机里的信息 当醉酒后的红海人回到家中 然后白贤佑想方设法地拿到手机 没想到红海人竟然问了白贤佑 就说嘛 他俩不可能离婚的 可是白贤佑没拿到手机怎么办 如果让红海人看到手机就完蛋了 好在红海人在去洗澡的时候 白贤佑终于拿到了手机 可是还是有密码 白贤佑想破脑袋 想到的密码都不对 最后白贤佑想到了1031这个数字 竟然解开了红海人的手机 1031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的 代表了什么呢 解开手机删掉短信的白贤佑想离开红海人的房间 没想到红海人理解错了 以为白贤佑是来找他聊天二呢 白贤佑也找了各种方法总算离开了 如果再不走恐怕就要走不到了 哈哈 回到自己房间的白贤佑想到了1031这个数字 原来三年前白贤佑和红海人之间有过一个孩子 那使得他们可以说真的是甜甜蜜蜜 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孩子没有了 孩子没有之后 白贤佑就搬来了这个房间 原来是小两口为孩子准备的 白贤佑才明白原来在红海人心里一直没有放下 不知是因为这个手机密码的原因 还是白贤佑心里根本就还爱着红海人 第二天的白贤佑看到红海人全是漂亮的一面 而且红海人夸了一句白贤佑的西装好帅 白贤佑直接小碎步的蹦起来了 只能说手机密码只是一个奇迹 其实白贤佑心里一直都是爱着老婆红海人的 就像她的死党说的只是爱被生活中的琐事给冲淡了 肌肉是有记忆的 到了公司的白贤佑直接哼着歌 见不到红海人心里就难受 红海人皱眉她也跟着皱眉 看着红海人红高兴 她也跟着高兴 还被自己高兴的样子吓到 金秀贤演这样的角色真的太太可爱了 真的可以说一刻见不到红海人心里就小碌乱撞 直到看到红海人差点摔跤 白贤佑直接大叫出来 小心 不知白贤佑是为了缓解尴尬 还是心里始终惦记着老婆红海人 竟然给老婆买了一双球鞋 老婆红海人穿上自己买的球鞋 心里纳叫一个美呀 看到自己的老婆和情敌阴盛 在一起有说有笑啊 白贤佑你明明很嫉妒 还和自己的死党说没有嫉妒 我又不喜欢红海人 怎么会嫉妒 当死党揭穿他 如果你不喜欢红海人明明是在烤肉 怎么却全烤了生菜 接着一个手机密码揭穿了穿了白贤佑的内心真实想法 不过他又死不承认 小心后面追击火葬场啊 白贤佑 白贤佑一直心里都爱着红海人 他不能接受的只是财罚家的制度 还有红海人的家人 其实也应该感谢白贤佑的哥哥姐姐 如果没有那个短信白贤佑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心还有 红海人心里一直没有放下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呢 所以凡事都有两面性 财罚家的上门女婿白贤佑其实应该感谢自己的情敌音声的出现 如果不是情敌音声的出现 也许白贤佑和女王红海人红之间的感情也不会发生微貌的变化 第一次情敌音声的出现 就让白贤佑的内心升起了极度之心 在一次聚会上 白贤佑因为自己工作要忙 没能没能陪红海人参加聚会 让红海人被其他的朋友嘲笑 当白贤佑及时赶来时 看到的却是一情敌音声和红海人红海人有说有笑 表面上白贤佑还是满不在乎 其实早就吃了一缸醋了 哈哈哈哈 这个心机很深的音声竟然当面向白贤佑挑衅 告诉了自己以前喜欢过红海人 白贤佑还假装不在乎 内心已惊气得要死 第二次情敌音声出现在女王家族的狩猎场上 这个情敌也是相当的过分了 竟然当着白贤佑的面和红海人有说有笑 感觉他们俩才像是两口子 白贤佑倒像是一个外人一样 接下来音声和媒婆所做的一件事 知道让白贤佑和红海人之间的感情又进了一步 情敌音声竟然联合媒婆把一只野猪放进了红海人的猎区 没想到这个机会正是这个机会让白贤佑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给了白贤佑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 因为这次机会让红海人重新爱上了自己这个看似有点窝囊的丈夫 重新认识了原来是看似窝囊的丈夫实际隐藏的兵王 因为这次机会让女王家族对对上门女婿白贤佑刮目相看 就连平时对白贤佑从不当回事的老丈人都对白贤佑反生了转变 所以说白贤佑真的要感谢晴黎年阴盛的出现 如果不是她的出现 她哪有机会救红海人哪有机会在老丈人面前表现 正是因为白贤佑这次救了红海人 也让俩人有了共处一室的机会 让白贤佑又有了展示身材的机会 让红海人也重新爱上了这个分居三年的老公 白贤佑救了红海人以后 红海人每每看到老公都会心跳加速 而且还以为自己是因为自己的病 所以才会看到老公心跳加速 如果阴盛知道是这个结果会不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而且这个情敌为了继续破坏俩人之间的感情 以红海人生意上的事约红海人见面 挑拨离间红海人和白贤佑之间的感情 好在红海人还是很相信自己的老公的 认为她是一个好人 如果当时白贤佑犹豫三秒钟 现在自己恐怕早就已经不在了 阴盛的挑拨离间 让红海人认为没有信心自己的老公爱自己 结果红海人借着酒 接而做了以前想做而不没做的事 红海人亲了自己的老公白贤佑 就说嘛 殷盛这个情敌是不是干了月老到工作 让两人之间飞速发展 距离出现的情敌殷盛是为了让男女主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 更深才出现的吧 所以白贤佑和红海人要好要真的感谢情敌 感谢殷盛的出现 如果不是这个殷盛的出现 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彼此之间还是爱着对方呢 也许早就离婚了 以前挺讨厌距离出现的第三者的 不过看了《眼泪女王》第三者殷盛觉得出现的恰到恰到好处 《眼泪女王》的编剧真的太厉害了 真不愧是写出来自星星的你这样的剧 感觉《眼泪女王》会是第二个暴剧 红海人的内心瞬间充满了力量 整个人焕发出新的生机 他得知一个著名的投资财团即将开展新项目 便将这个机会带到了百货公司 当他和白贤佑一同前往接触这个财团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 掌控整个财团投资的人竟然是红海人的前男友 这位前男友对红海人旧情难忘 立刻展开了追求攻势 甚至私下挑衅白贤佑 面对这一切 两个男人之间的较量在所难免 白贤佑不禁开始怀疑 他还能否找回当初那份纯粹的爱情 金志愿和金秀贤的CP感满满 两人颜值逆天 迫不及待地想要继续追更下去 只可惜《眼泪女王》每天一集的更新速度 实在让人心急如焚 友友们是否也有同感呢 除了